一辆白色刺小客 车头猛撞路边护栏 凹陷全毁 钱包杆掉落 车体零件炸盆满地 力打灰色 修旅同样车头撞烂 双方停在路边 附近民众各是听到碰音声巨响 吓得赶紧躲进附近超商 其他晚间嘉义新港乡 当街发生警匪对峙 原来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称自己遭到诈骗 于是警民合作 到一间超商准备埋伏车手 宁州甲介答应交易 实际诱拐车手出现准备逮捕 但没想到警方上前围赴时 车手不但想开车逃逸 更直接嚣张重撞警方 一名远警遭到撞击 其余人紧责奋力将车手压制逮捕 车手手段恶劣 偏钱招待还开车撞警 实在不可取 肯定逮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